11月5号的上午在台东图书馆 有教育部终身教育郭淑芳副师长与县长黄建廷 与台湾三大图书馆馆长及教育部各委员 立法委员刘兆豪等贵宾一同出席 南岛印象区启用继成果发表会 在现场也用射箭方式来节目 我们今天很荣幸三大国立图书馆的馆长 全部到我们 这可能有史以来台东第一次 台东的图书馆今天无比的光彩 各位委会的贵宾 好朋友 媒体的女士先生 台东的乡心大家早安 大家好 我们现在所在的台东的建立图书馆 这栋建筑物是民国73年 所以其实到今天也已经三十几年的历史 过去这几年我们感觉到 这栋转实际上是有一点旧 有一点暗 有一点人气不怎么好 所以我上任现场之后 做了一些努力 第一个我们在每天预算的时候 我们把我们买书的这个预算增加了一倍 所以台东军外财政很困难 预算很困难 在读书这上面这几年我们充实的相当的多 第二个我们也认真的去部里面争取一些经费 从2003年开始争取了一些资源 开始慢慢一步一步的改善 从一楼到二楼 这个一直到今天这个三楼 我们用南岛印象这样的一个主题 去参与了这个典范图书馆的这个竞争型的计划 最后只有我们台东县跟台南市有得到这个预算 非常感谢委员们给我们这样的支持 所以这个510万除了我们刚刚看到 一二楼的这个厕所 无障碍的这个改善 然后厕所里面也是难倒一下 然后到我们三楼这个改观 很久没上三楼来的人一到上到这个三楼就发现 哇很不一样 而且我们既然开始这个地方明亮起来的特色 吸引了很多的人 那也增加了2600多册的跟南岛文化有关系的这个长书 还有很多的CD 那么我相信这个对实质上对南岛文化的 这些图书资料的这个典范跟它的丰富 都一定有很大的帮助 那也其实也同时间改善了我们整个图书馆的硬体的空间 那其实这几年经过我们这样的努力 我很欣慰地看到我们台东人进图书馆的量 在我当现场这几年已经成长了四到五倍了 四到五倍 台东现在去年进到这个图书馆的人数 已经有六十几万 六十几万 各位不要忘记 我们台东市只有十万人 一年进到这个图书馆的人数 其实是六十几万 而且这是成长成长了四五倍 借书 也是倍增 借书的量也是倍增 在阅读这个部分 其实在我们教育上 阅读这件事情 它可以我们可以让借由阅读 走过别人的经历 接着吸收了别人的那个智慧 阅读的态度的一个培养 我们可以让我们的孩子站在巨人的肩膀上 往上跌击 所以我说阅读 有像这样管的经营 阅读 真的是刚刚演奏的奇迷跟点 所以我如果说 县长还有委员 还有我们各位亲爱的伙伴 我们做把阅读的基础培养好 把阅读的这样的一个建设好 让我们的孩子在学习上 以及他的生活拓展 他的生活经验跟智慧的这个部分 都做好 我想我们没有所谓的后山 我们的台东的孩子都一样 都舞蹈非常的棒 然后我们在教育上 其实我们看到台东的孩子在非常多的竞争 都是跑在前面 我上次有跟现场报告过 有一个孩子 我们去在台湾斯坦大学的时候 在中学学生的那个 卓越师之培育展约的学校 那个台东的孩子表现的真的是非常的卓越 他的那个智慧 他的阅读 到我这个眼睛为之一样 我也是配子 我才觉得台东的孩子真的是无可限量 所以我蛮感谢也蛮气味也蛮期待 然后也荣幸能够参与这一次的这个 那个我们伴的那个图书馆给我看 那个开启的一个决定 我想后续我们都会做得更好 另外县府也编列1200万元经费 推动图书馆行动智慧型系统更新 12月可正式启用 图书馆将以阅读的城市 遍地有书箱的全新视野 提供更多民众享受阅读之热 东台新闻 正与您台东市采访报道